中國近期的經濟是持續衰退 越來越多民眾不敢消費了 帶你來看 中國的中央銀行發布了 今年4月金融數據 顯示出了一個月內 全中國的人民幣的存款 減少了將近4兆人民幣 也就是差不多是台幣的18兆的台幣 引發了大量的民眾關注 然而減少的這些存款 似乎不是被停留出來 而且銀行提供的貸款數據 也是比往年降低了不少 許多網友就紛紛在討論這件事情 有一位不具名的中國銀行分析師 他就表示了 4月其實是已經過了銀行的寂寞考核時間 按照往年的季節性的規律 都會有存款流出 加上銀行主動降壓高息的負債 有不少的企業的資金 應該都是被釋放出來 流向了理財或者是債券的市場 但就有一名中國的網友 在推特上面發文說 他每天可以領取的現金 只有2萬塊的人民幣 大約就是台幣的8萬多元 而且每天取了這個2萬元 銀行還有當地的警察 都會找上門來進行調查 要求他提供資金來源的證明 不過這樣的現象 有網友猜說也有一種可能 是民眾存 把的存款提出來之後 兌換成美元存入了香港銀行 因為畢竟那個利息 有高達7% 只是近日中國各地再次傳出了 不只有水電調漲的消息 也讓當地的民眾非常不滿 根據報導又指出了 中國廣東有村民反映說 他的電價是翻倍調漲的 村民說居民的用電 從原本的0.3元 變成了0.68元 每度的人民幣 而且這個電價會隨著你的用電量增加 而上漲 除了廣東之外 湖北、四川、江蘇等地 也有傳出居民的用電 可能是取消了股風計算的價格 改變成分段計價 除了電價之外 水電費也是蠢蠢欲鬥 根據新聞報導 5月9號的開始 在廣州市舉辦的聽證會上面 17名的代表當中 就有16人是贊成挑張水費的 以上種種的現象 就導致很多中國人移民的現象 有錢的中國人會加快移民到新加坡 澳洲等國家 那麼中產階級錢沒有那麼多 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地把錢搬到南美的厄瓜多 雖然厄瓜多現在距離中國是很遠 當地的生活環境也比較落後 但是他們的銀行利息實在是太吸引人了 普遍有高達8%的利息 甚至有超過10%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讓中國人趨之若鹜 拼命地想要移民到厄瓜多 但是大多數人只是把厄瓜多當作是一個跳板 最終他們其實是要前進美國 所以別人說我 大概是一個流汗的人 我 還原來 我 我 我